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我说你说你读完大学之后回来就接受你吗 我说还不是不读书了 我说我这么多年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我说你还得那啥 你还得好好在你那边宅武汉商务 因为你在那儿能找到一份挺好的工作吗 你心里还有没有点想法 就是这她是个女孩嘛 她不是个男孩你知道吗 男孩在外面混好了 可以把妈接过去 但女孩一旦嫁了 嫁到城里边了 她可能真的就一辈子回不来 我没想过她要把她拽回来 你有没有想过 让她在城里立稳脚跟 把你们接过去 但是那要更好 那要是说 想过没有 也想过 但是我也那种想法好像不太可能 但是我就那么想 如果你混得好 你要讲话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来 那我们过去也得说是心里头 要是靠南方或者少先靠你老婆 咱就对咱不会在那 有骨气啊 靠南方咱不去 一定要自己家闺女行 你自己行 我们才能千里得去享受你的 要是说靠南方那就拉到 我愿意在农村散伙 你呀你没这点骨气 你耐不住那么多年的寂寞 她在城里找到工作了 啥工作呀 在那个中国电器上班 这还挺好 工作还挺好 那那那落听了 你现在结婚了 我现在离婚 结婚又离婚了 你是结果了 就是当初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当地找了 是吧 对 有孩子吗 没有孩子 咋离了呢 就是找这个对象的时候嘛 也给家里打过电话 然后当时就觉得 也跟我老姨商量过 然后后来老姨就说 老姨说 就是既然在那边有发展 然后在那边找了对象 就在那边安稳地过 当时你找对象的时候啊 我可以想象啊 因为家庭是这个情况 对 他是城里人 嗯 你会有点自卑吗 有 你跟他 从小就很自卑 你跟他说了自己家这个情况吗 自己母亲的情况吗 当时老姨打过电话的 因为这个事 老姨打电话说 就是以后不管跟谁谈对象 或者怎么样的 不要说家里的情况 你不要说 但是我当时我就想 我说只要他能够好 他好就行了 我说不家里头不用他那个啥 他说不出来的 他说不出这口 对 当时谈对象之前 就家里啥情况 都跟人家说了的 其实如果不说的话 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种侮辱 对 说完了之后 反正就是 他对我家 就是家人也都挺好的 然后就觉得也可以 然后后来就结婚了 那后来咋离了呢 不挺好的 当时我就觉得两个人 就跟他爸妈是住在一起的 然后其实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因为我就想有一天能给我 家里人接过来 买个房子 对 然后跟他提过 说是两个人一起努力 然后交个首付 还个贷款买个房子 但是他不同意 他为什么不同意 压力大 你就像两个人结婚之后 应该要孩子吧 他觉得养孩子压力都很大 如果你说不要孩子 可以吗 可以 你老公是个妈宝男吧 对 家里都是父母说了算 对 他自己没有自主权的 没有 离婚是几年前 离婚是一年半 到现在 他提的 我提的 你是近身出户 对 什么也没有 对 那你现在还住在武汉 没有 回来了回家了 完了 老姨 她还是回来了 她书白读了 这剧中也是发生变故了 她离婚这事跟你商量了没有 在妻子上家也都知道 你赞同她离吗 到时候那时候不离 也那啥也不行 那个男孩 他俩经常吵架 我知道她离婚 对于她来说 也许是一种解脱 她一直自卑嘛 对吧 在别人家里 但对于你来说 这是一次毁灭 是毁灭 对吧 她又离了 你看眼看着这闺女 把她当亲生女儿 是吧 就越来越好了 结果呢 这又离了婚了 你更难受 其实你说当父母 谁愿意孩子离婚呢 走到那一步 也就是没办法 就是感觉你的努力 没有希望 是吧 什么时候 今年回去的是吧 我去年 去年 你母亲身体还好吗 这些年 不好 经常住院 经常住院都是她陪着 对 会告诉你吗 不会 其实那时候她在武汉 往前她还远 我们在农村一个小县城里头 看病是得走出老远出去看病了 当地没有医院 然后你说要告诉她 这么老远 孩子还着急上火 也是回不来 完成后我就不告诉她 她妈有病了 以前她每天 她也惦记她妈惦记我 她就每天发视频 我家发视频 发视频 让她妈住院 不能接视频了 一视频就漏了吗 她打视频 她们也不接 你打电话吧 就我接 她妈不接 那时候她妈的耳朵有病了 耳朵聋了 然后她就说 是咋不成的 然后是正打打电话 大夫说带那个换药 说给她妈换药 她说这不对 这不给医院的换药啊 你在家还不能换药啊 然后她就动摇了 她说我得回去了 我们毕竟老了嘛 她还年轻 她后来回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妈妈病了是吧 也不完全 刚后期吧 她妈病了之后 完了她就是想回来了 然后刚后期 我姑娘 结婚了 不怀孕了吗 然后得阴神糖尿病 挺严重的 然后跟那之后 完了她妈就给她打电话 她说你老姨 那啥姑娘 有毛病了 说这个你老姨 可能得回去照顾了 她说你老姨不照顾 也说不过去了 完了这样的事 那我也没告诉她 完了之后了 她和她妈 她哪决定 我妈住院没多长时间 然后出院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 我妹妹认识糖尿病嘛 看完孩子之后也没有好 毕竟还年轻 然后老姨当时挺犯难 当时就决定回家 然后就是第二天就辞职了 然后就回去了 那你说你在家照顾母亲 在一个穷乡屁上 你怎么会想到 跑到这来 通过电视节目感谢 因为前段时间 就是给我老姨打过电话的 说想给她找个对象 想给她找对象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事来 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可以照顾我妈妈 你有合适的人吗 对啊 那个时候 就是别人也是有一个合适的 就上班的 然后退休了的 然后觉得她已经挺好的 然后就给她打个电话 跟她说了一下 然后但是跟她打电话 过去的话 她就说了两句话 说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也老了 不找了 然后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特别对不起她 然后觉得亏欠她太多了 你只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以后 才能真正体会到对象 对就是因为我老姨来到我们家的时候32 我现在29 没有差几岁吗 11岁那年来的吗 对啊 对吧 18年了吗 对 然后所以说决定来到这儿 今天妈妈也来了 来把妈妈推上 我看你刚才在台下也一直在哭 其实这些年来你也很两难 又想让她走 又想让她留 眼睁睁的就这18年的青春就耽误了 你最想说什么 我想说就是 我想说的太多 我就是 首先要是说感谢我的至亲 对我这家18年的呵护 还有就是最最要感谢就是我这个妹妹 这18年把她青春扔到我家了 得了一身病 我是满心让她想再找一个 在她姑娘家 现在的姑娘病也挺严重的 我现在又不能说这个话 我就是虽然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有这个妹妹合伙了18年 关爱18年 现在还有女儿那个接班 这个喜心照料我 以后我希望我妹妹找到她的另一半吧 让她幸福地生活 今天来这个为止 就是想要跟妹妹说声对不起 前妹妹太多太多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还要做姐姐 她还要做我小妹 我呢保护好身体 我要是让她照顾我这样 我要照顾她 呵护她 这辈子能做姐妹 下辈子不一定遇见 这辈子做姐妹 一定要相互支撑 相互扶持 这才是姐妹嘛 她刚才那句话说的最让人心酸 这辈子做姐妹 下辈子未必有机会 也许遇都遇不上 行吧 来 这个你到跟你女儿带在一块啊 那就这样吧 不是有首歌叫那就这样吧 那这辈子已然如此了 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 好好地活下去 还得活得有骨气 三位老师 美慧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不光有小姨 还有小姨 对她女儿深深地愧疚 没有能够陪伴在她女儿身边 成长的那样的一个做母亲的遗憾 而那个可能是小姨 心头无法言说的一个痛 所以在你的绽放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女孩 她的悲伤 所以在小姨的内心当中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声音 就是我要救那个最需要的人 所以我真心地希望 今天没有到场的小姨的女儿 能够感受到她的妈妈 在去面对亲人 又要被死神夺走的 那样的一种恐惧的时候的那种选择 同时我也希望住院妈妈 能够让自己的内心 支撑自己的治疗更强大一些 不辜负您的妹妹 她的付出 她这么多的付出 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亲人 是应该在一起 应该活在一起 所以姐姐要努力 更要努力的是美慧 你必须要活得幸福 要骄傲的幸福的快乐的生活 因为这个是用很多人的遗憾堆砌出来 而这些遗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要幸福 我相信有这么多的爱 来去浇灌你这朵鲜花 你也经历过自己成长当中 应该去经历的一些挫折 只要是心中有爱 只要是把这份爱能够传递给更多的 最需要的人 我相信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今天美慧其实来到现场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 你一直从小到大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点非常重要 最重要我觉得你 其实可以通过小姨的身上学到 这种无私的爱的和奉献 因为你可以未来对你的表妹也如此 姐妹之间的这种亲情的爱延续下去 可能说你们的人生是不幸的 但是幸福的 因为前两天我刚看到有一句话 他说幸福就像天上的星星 星星是不可能遍布整个夜空的 它们中间是有空隙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只抓住那个空隙 只看得到那个空隙 我为什么这么不幸福啊 却看不到天上那颗属于你自己的幸福的星星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 仍旧能够乐观地去生活 然后永远盯着那颗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的星星 忽略那些空隙 所以你们的未来是非常充满希望的 因为你们都是这么有爱这么善良 对生活这么积极乐观的人 为自己加油吧 谢谢你们来了 他们表面上看一定是个悲剧 他们努力 用尽了生活全部的力量 把它演成正剧 所幸戏没有闲目 29岁的美慧呢 有着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 特别坚强 特别的沉稳 小姨倒是有很多鲜活的地方 这么难 一身病 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挺打动我的 不是你多善良 而是你多乐观 我用四句话来形容 本场节目我的感受 令人窒息的苦难 令人惊叹的顽强 令人感动的互助 古人造字很有学问 三人成重 众人食材火炎高 众人凑在一起干嘛 互相点燃 互相照亮 人世间因此有了温暖 有了感动 有了爱 所以我觉得支撑这台戏的 是令人难忘的善良 今天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东西 我们习惯性称为天良 天良不灭 温暖长存 就是我们能够 所有人 面对人生困难 生活困难 赖以生存 最后的堡垒 我有点奢望 我希望悲剧的开始 正剧的过程 有一个相对 温暖的喜剧的结束 谢谢你们来了 小姨是很生动的 也是很鲜活的 很真实 她不是一开始在31岁到了这个家就说 我就愿意一辈子像老黄牛一样 在这个家庭当中奉献下去 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个 她也是有徘徊的 她曾经也想走 也想寻找自己的幸福 但是她克服了自己想要寻找幸福的自私 而全心全意地奉献在这个家庭 所以我说老姨在这个家里扮演的角色 不是母亲 是父亲 她不仅仅是在这个家庭当中付出 干一些家务活 她还拿事 家里的很多事都是她拿注意的 所以说老姨 老姨 你在这个家里面是一半男一半女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呢 又当爹又当妈的老姨 这18年 今天还微笑着坐在这儿 有什么话 你们母女俩一起跟她说 谢谢你来了 老姨 18年前你来到我家 然后我是个不善表达的人 没有跟你说过抱歉 没有跟你说过感谢的话 其实一直想跟你说句对不起 是我拖累了你 是我拖累了你 我的青春是你用自己的青春换来的 然后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也都是因为你才能出去 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你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有我在别怕 有我在别怕 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家 我就是你们的依靠 现在我想说我长大了 以后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我想跟你说句 老姨 谢谢你 真 这些年的照顾 在我们家辛苦了 老姨 我爱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姐姐今生没法报答你 要两个孩子替我报答你 如果有来世我还捉你姐姐 让姐姐照顾你 恶护你保护你 谢谢 其实一家人都是亲人 骨肉至亲 不用谢 不用用谢 用谢我就感觉 有点外道了 就是永远都是家人 要相互支撑 相互扶持 我有我的能力 我会全意全意拿出来照顾你们 但是我又不行那天 你也一样会对我 这个我相信 送过老姨礼物吗 买过衣服 买过衣服 看看这是什么 啥 口红 因为就是 擦过口红没有老姨 以前擦过 从哪儿到我姐家之后 18年没擦过口红了 擦一个 来 现场 喜庆 老姨可别今天一擦了口红 马上我们这儿电话打爆了 吓人了呀 对 电话打爆了 你随便托个口红 你随便托个口红 好 明明 好了 来 我们看看 好 来来来 怎么样 你看 他一画这个脸上有色了 这人气色就好多了 以后要经常化 以后他在家了 很多事可以他做了 你可以想想福了 总而言之将来就是 这个家庭里面 你的父亲还在外面 弟弟上学 久而久之也要出去 你可能要一直陪着爸妈 你做好了这种准备吗 做好了 你很有可能 很难再找到丈夫了 所以我在这里 给我外女儿征婚了 给我外女儿征婚 你给她征婚 对 我给她征婚 其实我外女儿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互相征好不好 她帮你征 你帮她征 你先说 要跟你闺女 征什么婚 要什么样的男子 我希望 我未来的外甥姑娘 首先要有孝心 有孝心 要有那个 丧尽心 一定要有爱心 你给老姨征婚 我就不征婚了 不不 她帮你征婚了 就是希望找个对她好的 老实这样的可以吗 可以 行 三个女人一台戏 希望这个戏 越演越精彩 好 再见 老姨 谢谢你 在我们家辛苦了 以后 有我在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 老姨我爱你 三个女人都不容易 母亲其实不愿意就这么一辈子拖累别人 小姨也想寻找自己的青春 女儿更想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 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就这么一个家庭把彼此都联系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这个家庭当中始终没有男人的参与 希望将来这个家庭能够迎来两个 有志气 有志气 有爱心 能扛责任的男人 掺和一下这事 让他们更幸福 让男人的肩膀多担当一些 好的 如果你也有故事或对不起和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同样欢迎你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只要你是真情实义的 我们都愿意仔细聆听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